- 歡迎收聽最懂你的頻道,我是主持人小瑞拉 這次我的搭檔跟我請假一天 那我要來介紹2021年最熱門的話題 你想當一個自由工作者嗎? 自由工作者需要具備怎樣的條件才可以升任呢? 2020年到2021年因為疫情的籠罩關係 非常多的老闆都在思考 如果可以讓員工在家工作,如其繳交工作任務 又可以省下水電費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不愉快 那是為老闆解決很多的問題 很多工作者因為人際問題的關係常常不被老闆重視 老闆跟主管最喜歡嘴甜的下屬 但是當一個自由工作者雖然人際關係也很重要 但工作能力似乎才是最重要的一環 歡迎今天的來賓 Kiki 嗨大家好,我是Kiki 她是一個人人羨慕的自由藝術工作者 好,自我介紹一下 我現在是在做美術教學的工作 然後目前在南投草吞有一間自己的工作室 然後可以從網路上搜尋到我 在臉書上打小意識美術教室 意是藝術的意 思是思想的思 小意識美術教室 你就可以搜尋到我在經營的粉專 那上面有一些美術教學 我平常的教學一些心得或是一些資訊都在上面 可以在上面找到我 那YouTube下面的連結欄也可以找得到 我會在YouTube下面資訊放他的相關資料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搜尋 好,那我們現在要來講一個最熱門的話題了 介紹一下當初你怎麼成為一個自由工作者 怎麼成為一個自由工作者 這個應該是我從 我從我在高中美術班的時候 還有大學美術系的時候 就都有一直在往這個方向在想 就是未來的工作方面 一直都很希望能夠成為一個自由工作者 就是可能 可能會希望自己未來可以 有靠美術相關的工作技能 然後有收入這樣子 嗯 那你當初啊,就是你如何去做到 如何做到嗎? 因為我現在在做的是美術教學的工作嘛 那這個工作就是 在大學期間就累積蠻多教學相關的經驗 然後畢業後也有一些美術 美術教學相關的經驗 就是你教學這份工作需要的能力 就是要先培養好 那再來就是實際上 創業你要有收入這件事情的話 也是付出蠻多努力的 怎麼做到的話就是招生囉 你要怎麼樣有你的那個收入來源 這個是一開始就是要想辦法做到的事情 那你大部分用了多久的時間 讓從零招生到開始有起步啊 開始有起步 我一開始是從網路上開始做 就是我的那個粉絲專業 我就先成立了粉絲專業 然後開始去宣傳 可是一開始沒有學生的時候 然後我就是先宣傳我自己開始這樣子 可能就是常PO文 然後再來就是去多去宣傳 或者是去一些社團去 在地社團去招生這樣子 然後先跟大家介紹 我是就是美術 美術相關科系畢業的 然後我可以做教學的工作 那如果有人想要就是學美術 可以來找我這樣 如果有人想學美術也住在南投啊或台中 你都可以來草屯這邊找他 對在下方資訊欄 對那我想問說 大概多久的時間到你招生到 讓你可以有一個基本的收入 你花了多久的時間 我自己的工作室我有在 我有宣傳啊 就是我不是只有在網路上宣傳 就是滾掛布條啊招牌啊 就是工作室可以看到的宣傳物也是有的 所以其實也是有一些人是經過看到 然後進來詢問的 那也有從我去發傳單 去幼稚園啊國小發傳單 過來也有 所以網路上的也有 就是可能就從這三方來的人員 來的人這樣子 那你覺得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時間 你就開始有穩定了嗎 還是差不多還要兩年多的時間以上 穩定嗎 我覺得 你維持你基本收入喔 因為我給自己的設定的穩定的 我覺得應該是一年下來算是有比較穩定 因為我的性質是教學 然後所以學生只要覺得老師教的不錯 就會繼續上課 然後又有新的學生慢慢的加入 所以說就是舊的學生持續的學 然後又有新的學生加入 大概到一年算是比較穩定一點 就不會像一開始比較擔心說 啊怎麼會不會沒有人這樣子 就當開始有學生進來上課 然後他們願意繼續學的時候 你自己就會比較 就覺得比較踏實一點 那聽眾你很好奇說你這一年怎麼去熬過的 如果剛開始可能走一兩個學生 那你怎麼去熬過這些這段時間 嗯 就是 就是去招生這樣子 就雖然沒有學生 但其實還是 我還是會想辦法去招生 可能發傳單啊 或者是在網路上發文啊 反正就是很努力的想盡辦法到達到你要的那個想法 對對對 就雖然沒學生 但是還是要有想辦法去招收學生 然後宣傳自己吧 對 那你覺得當個自由工作者的優缺點是什麼 優點 優點就是沒有上司啊 然後沒有老闆 還有不用打卡的那種自私化的上班模式 這是我覺得最大的優點 那缺點的話 缺點就是 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嗯 就是你自己的收入是都是靠你自己賺的 但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是最有壓力的 就是剛開始 嗯 從零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 你自己會有比較大的壓力 到現在都是啊 一直都是 因為 你的收入不會有人給你 你要自己去 就是 你要自己去賺到你想要的收入的話 就是你要付出還蠻大的努力 這樣 所以你到現在這麼近這麼多年還是會有壓力 還是有啊 就是對自己的情緒啊 然後 或者是你希望自己可以更好啊 那都是一些壓力來源 聽得出來 你是一個非常求進步的人 對對對 那你中間還會自己去進修嗎 嗯 還是說去做什麼樣的挑戰 進修 嗯 我自己是在會 教學以外的時間 我是一直在 嗯 精進自己的繪畫能力吧 因為我自己 我是美術系畢業啊 我是繪畫作 我自己很喜歡畫畫畫 我喜歡畫油畫 寫實類的油畫 寫實類的油畫 對對對 就是畫得很像的那一種 嗯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畫寫實類的繪畫 所以我自己在教學以外的時間 我是就是有時間我就會會畫畫 但是最近是會去刻意安排時間 讓我可以做繪畫創作 因為聽眾已經好奇 所謂的寫實類是例如什麼樣的東西 寫實類 是建築物嗎 還是人啊 什麼之類的 人像跟進物類的 我都有在畫 就是 就是你拿手的部分 對對對 然後也是持續的在 在就是精進自己的畫工這樣 有時間在教學以外的時間 我就會 就是畫畫這樣 因為自由工作者是大家嚮往的時候 是因為譬如說沒有學生的時候 你就可以安排說 欸我這個時間點我要去哪裡進修 我這個時間點我還可以做些什麼 所以這是人家嚮往的一個部分 時間自由 對 這當初我會想要做自由工作者 有一大部分原因 也是因為 我自己是很喜歡創作 我喜歡畫畫 但是因為 畫畫這件事情 目前還沒有辦法帶給我收入 那我有想辦法辦法 就是我 我可以教學以外的時間 然後來做 畫畫這件事情 那我們我介紹一下 講一下你的心路歷程 就一路這樣怎麼走過來的 怎麼走過來的 就是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從讀書的 一個什麼樣的想法 然後到一路這樣子走過來的心得 家人啊 什麼的想法 也可以 分享一下給聽眾 其實我從小就是學美術長大的 我小時候我媽有 我爸媽讓我學 學蠻多才藝的 像鋼琴啊 場地啊 然後畫畫也有 但是 但是我最喜歡的 我小時候最喜歡的就是學畫畫 其實學鋼琴啊 學音樂 對我來說都蠻有壓力的 可是就只有畫畫 這個項目是 我一直都蠻喜歡的 然後會想要在 會想要在這個項目上 就是精進 所以 從小學 二年級就一直學畫畫 然後 國中 我是念普通國中 高中的時候 就去考 美術班 但是在國中的時候 就一直在準備 就是往 高中美術班的 方向 在 在 學習畫畫 這樣子 因為有那個 術科考試 然後 高中就 考上美術班之後 大學就 也去念了美術系這樣子 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 嗯 雖然你求學的過程 也算挺起來蠻順水的啊 對 其實 好像蠻順水 蠻順水 但是其實過程當中 也是一直都很努力啊 我就是那種很努力型的人 就是 高中的時候 國中高中 都算是很 很努力在念書 因為我不是很聰明的學生 我是 就是要很努力的念書 我才會有一點 成績的表現 所以我 國高中的時候 真的還蠻努力在念書的 因為有升學考試嘛 嗯 然後 術科考試我也是 我也是很 很 很努力在 很努力在學習畫畫 但是因為我剛好 喜歡畫寫實類的東西 所以 所以術科考試 對我來說 也算有一點吃香 因為我剛好 喜歡畫的很像這樣子 嗯 所以在 在考美術相關科系的路上 聽起來 好像蠻順遂的 嗯 聽起來都蠻順遂 所以有的人都會經歷過幾次的失敗才會成功 對 我剛好有一點幸運 可是我覺得也是因為我 也有找到對的方向在努力 剛好在求學的階段 然後 可以分享一下你那個 考藝術高中 欸 你說什麼 考高中 高中在大學 高中美術班會很困難嗎 嗯 就是它需要準備什麼樣的東西 要準備術科考試 術苗 術科考試有包含 樹苗水彩 嗯 書法水末 國中考高中的時候是有考這四科 而且是在 國三的時候的 寒假 三四月的時候就考了 所以其實 你國一國二 兩年的時間 你就要 趕快把你自己的程度拉到可以 考 應付這四個考試 而且就是你要考高分的話 你一定要提早準備 所以我就是從 從國中 一開始國一就有想說要 考美術班 就有一直在往這個方向準備 就是我算是有提早準備的那個類型 這樣 那你後來大學畢業之後呢 大學畢業之後 因為我從 從那時候國中的時候就有想過 我想要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室 然後我那時候是想說 可能是可以做教學相關的 所以大學畢業的時候也是這麼想的 所以才會 才會做 現在才會做這個工作這樣子 就是一直是之前一直在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一直很努力去實踐這樣子 對 那你大學之後你是突然想說 大學畢業我就要想要從事這樣嗎 還是你有本來想說要選去歷練 那什麼樣的機緣 讓你就瞬間可以完成要的那個想法 呃 這個 我在大學畢業的時候 一開始就是想要大學畢業 然後就回來到自己的家鄉 南投草屯創業這樣子 自己教學 可是那個時候剛好 剛好遇到我 就是選錯了一個學分 然後讓我沒辦法順利畢業 所以就是我大學的時候 延避了一年 嗯 那但那一年我也沒辦法去 我自己覺得好像也沒辦法找什麼工作 我就去做了很多兼職的工作 但都是教學相關的 嗯 就是跟我原本預期的不一樣 因為我原本就是想說 畢業之後我就要操一個 就是自由工作者的那個 嗯 想法去去做 但是那個時間點 居然沒有辦法執行這件事情 所以反而讓我先去工作了 嗯 然後我就先去做一些 嗯 一樣是美術教學 就是在畫室當兼職的美術老師 教學通美術 然後也有去幼稚園 去兼職 也是當美術老師 然後也有做家教 之前在台北的時候 家教的需求好像其實蠻多的 所以我其實接過蠻多美術家教的一對一的 在草屯很像還好齁 草屯很少 但是我也曾經接過一個 但是大人的 就是大人想要學好樹苗 在草屯比較偏向大家 就是送去補習班 比較不會偏家教的對吧 草屯比較少 因為我從我家教的資訊來源 都是從 就是英靈寺上的家教網 那上面北部的是比較多 我以前啊 我以前大學時期 英靈寺的家教網 還算蠻多案件的 對我現在不知道 因為我很久沒有在接家教了 但是草屯 南投草屯的真的很少 地區不同 會做的事情也不一樣 對 因為草屯比較傾向於送去補習班 對 所以 對啊 大家都是習慣 有個補習班這樣子 對 然後你後來呢 開始了 是剛才選哪裡 當你的創業的初點 哦 原始地 我那時候我在做 我大學畢業之後我是兼職嘛 對 就是兼了很多 很多地方 然後 剛好在畢業晚一年 我真的想說是不是畢業之後 那時候也是在想說是不是要回來南投草屯 因為也可以拿到畢業證書了 那 那 那個時候 剛好我在工作的那間畫畫教室 就是老闆剛好要出國 他想要把就是那間畫室頂讓出來 嗯 然後那時候剛好就想說 欸既然我自己都想要就是做美術教學了 那那不如就把他頂讓下來 就是繼續做 因為跟我原本想要做的事情好像沒有差很多 嗯 就是那時候怎樣想 然後 所以那時候就有接手下來經營那間畫室 嗯 這樣好像也不太算創業 因為他就是我前老闆的工作室 他的畫室 但是那是起初點啊 對對對 我只是接下來繼續做 只是身分不一樣 就是從本來是兼職老師 嗯 然後變成 變成 變成一個經營者 嗯 然後你同時要顧及 就是除了教學以外的事情 就是可能招生跟你的 跟你的營業 跟你的營業模式啊 然後你的收入啊 因為你要開始負擔房租啊 就是那個位置不一樣了 對 對 就是那一次 那時候是 就是剛好在 那個時候就轉換了一個身分 就是 嗯 就有接手經營 就是前老闆的畫室 這樣子 嗯 對 然後那時候經營的怎麼樣 那時候其實遇到的問題 很多 蠻多的 就是沒有預期 沒有自己想像中的那麼順利 嗯 對 因為接手經營有一些 我覺得 那時候有臉像是 寄了一個爛攤子吧 真的嗎 對 真的很像是接了一個爛攤子 大概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還有 可能還有你改變了 因為你的想法可能跟前老闆不一樣 嗯 那你改變的東西原本的學生能不能接受 對這都是一些問題 對這都是一些問題 然後 當然後面遇到更大的問題 還有就是一些 就是法規上的問題 反正那時候 嗯 有遇到一些問題 所以就 後來我就沒有繼續做 就是那一個畫室 就是那一個畫室 那你多久就結束了 大概 六 半年吧 六個月 那也算蠻快的欸 嗯 對 因為最大的問題 那時候 會結束掉 最大的原因是 那個補習班立案的問題啊 嗯 所以就是 遇到那個問題 然後就 我就沒有繼續在那間畫室做這樣子 那我好奇在這段過程當中 你的爸媽的想法是什麼 有說欸我女兒就是 一剛開始沒有找一個 正規的工作 就是想要創業 他們是不是有反對之類的 他們喔 嗯 他們在我大學的時候 一直很希望我去考美術老師 嗯 其實他們從小就一直灌輸我這個觀念 就是他們知道我有美術方面的才華 嗯 那他們從小就一直說 啊好 那你就 你學美術啊 好 沒問題沒問題 那你 你以後可以去當美術老師啊 他們都一直這樣跟我說 對 可是到 那我 當我在大學的時候 就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美術老師很難考欸 對 真的很難考 因為一個學校大概需要聘就一兩位吧 對 小學校的話 然後現在面臨到少子化的問題 所以 我覺得 就是 考美術老師好像 真的很難欸 你當時考了多少次 我沒有考啊 你沒有考 我沒有考啊 我在大學好好想過之後 我就放棄考老師啦 喔我懂我懂 因為 我覺得 那個時候跟我小時候的考老師 好像已經不太一樣了欸 我小時候 如果我覺得 大家覺得你努力考 應該就會考上了 那 可是到我大學的時候 看起來不是這麼一回事 不是你努力考 就就可以考上了 就是好像還有一些運氣的 的成分在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去做這種碰運氣的事情 因為那需求量太少了 對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先工作看看吧 對 先去 先去工作看看 然後去看看我所說的 就是畫畫教室的經營是如何 這樣子 先去學習 然後先去上班 先去看看這個產業 適不適合這樣子 我自己這樣 然後 當然就那時候遇到 我前老闆要頂張畫室 我也跟我爸媽討論 那時候他們也覺得 好啊 不然你就做做看 因為我一直 我一直跟他們講說 我想要自己做畫室 對 那年輕人一定會面臨到資金的問題 資金的問題都這麼解決 資金的問題 那個時候 嗯 頂張畫室 那時候是我跟我家人借錢 嗯 但是 後來 後來就沒有做了嘛 然後 嗯 我這一次 當然我那個之前 那個 接手機那件畫室 沒有做之後 我是有去工作的 所以我是上班的 上班了一陣子 嗯 一兩年之後 然後我才 我才又 我才又回來 回來南投草屯這邊 然後自己做工作室 嗯 那我回來自己工作室這邊 我就沒有花太多的 太多的錢 就是因為我的家 嗯 我的工作室這邊 就是我爸自己的 的空間 所以 就是跟我爸借空間的意思 嗯 然後 然後 錢的話 我沒有 沒有花太多錢 在 在 在 一開始的創業上 嗯 主要我是覺得 要先有 先有學生來 是我最大的問題 對 你就好處在 就是你有一個空間 可以使用 但好處就是 你有這樣子的想法 對 嗯 你有你自己的夢想 那你那時候工作 那一兩年的時間 是相關的嗎 嗯 嗯 也是走相關藝術類的嗎 對 那時候我有在一間 幼稚園當全職的幼稚園美術老師 哦 對 也是在做美術教學 然後 我有去做過 設計類科的工作 嗯 就是平面設計類的 對 美編 對 那個也有做過 然後 其實我覺得每一份工作都帶給我 蠻 蠻多的 嗯 嗯 應該說有學習到蠻多的東西啊 就是 雖然我不是一開始就開始 成為自由工作者 但是我自己覺得 先去工作的好處 也是有的 就是你在工作上 其實是可以學習到 也是蠻多的東西 因為藝術有分那麼多種類 為什麼你會選擇你這一類 就是藝術有分 所謂像你說 平面設計還有各方面的嘛 那你為什麼會選擇 這藝術之類中間 這個工作 應該說教學這個工作 美術教學 對對對 嗯 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有 我在打工 就有 就有接過蠻多次 美術家教的工作 對 然後 你熱愛的原因是什麼 我自己覺得我蠻擅長做教學的 就是 這個教學這個項目 對我來說 好像蠻拿手的那種感覺 所以才會 才會覺得自己是可以做教學的 就是學生可能有看到學生的進步 然後可能家長給我的肯定這樣子 就會說 欸你教的 小朋友教的不錯 然後可能他們很喜歡上你的課啊 而且如果你這樣小朋友可以順利的進入到 譬如說高中的藝術班 或什麼 你應該蠻有成就的 就是 輔導 如果輔導學生看到學生進步 是蠻有成就的 而且像我 就是 嗯 回來 教學之後 有學生考到好成績也是蠻開心的 真的會 對 因為那是 也算是你的成就 對 那也是學生要努力啦 其實 教學這東西也是要學生有認真這樣子 但是 身為一個老師 你可以幫學生到一個 一個 譬如說他們想要的理想標的 你會覺得很感動啦 還蠻開心的 就是 在他升學的 這個考試上有給他到幫助 對 你可以推他一把 我覺得是蠻 蠻開心的 但我覺得 成為一個 自由工作者不容易 你就怎麼去調配你的時間 怎麼樣去自律的 去調配你的時間 什麼時間點 該做什麼事 這一定也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嗯 自律嗎 其實 嗯 很多人做不到嗎 但是 這個是 我覺得 自從我 在我上班 跟我 在外面 上班工作 跟自己 自己做一個 自由工作者 我覺得 好像心態上不一樣 那個 你 自動就會變得很自律 就是你 成為一個自由工作者 你 必須要 你必須要去 思考你的 收入來源的時候 嗯 你自己就會變得很 主動的 覺得自己 應該要做哪些事情 你反而是有 很多的事情要做 然後 然後 你 就是 你自己會趕快安排時間 把該做的事情做 你就是很會去規劃你的時間 不會讓每一分每一秒浪費掉 對 因為有太多事情要做 爸媽的就是 教育方式嗎 因為大部分很多人他 自有他會覺得說 沒關係我晚一點再去把它完成 反正我今天內完成就好 如果我不然是按部就辦 某個時間點完成 對很多人來說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哦 嗯 欸我會盡量就是 逼自己去做吧 就是我會列出 今天應該要做的事情 然後我會希望 今日是 即時必 雖然我沒有辦法 每一次都做到 但我覺得 比自己這樣做是好的 因為 比較不容易 比較不容易懶惰 或是鬆懈 就是我 會把工作事項寫下來 然後 我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我就會 趕快把它做完 這樣子 聽得出來 你是一個 就是會去調配 自己的時間的人 因為這真的不容易啦 這真的不容易 像很多人 他其實做業務 到最後 他會變得很懶散 因為去拜訪客戶 這些來說 他可能就慢慢的 沒關係 我晚一點再去做 沒關係 越拖越長 越拖越久 所以有的人 他會選擇一個 正常的工作原因 來自於 他沒有辦法自癒 他就 8點上班 5點下班 他可以知道 下一步 他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很多人就是覺得說 啊我如果說 沒有工作 我就想說 那我12點 再起床就好 那很多事情 就會delay到 哦 我覺得跟工作性質 有關係 因為像我的工作是 我的學生是 欸時間到了 他們就要來上課 那我就是要把我準備好的教案 就是拿出來教他們 或者是 因為他們 時間到他們就會來 然後我要準備的東西 我就是要準備好 不然他們來的時候 我可能教材還沒準備好 是不行的 所以我的 我比較有 我的工作性質 是比較有時間壓力的 是我的客戶會 會定時的來找我 那你在教學有沒有遇過什麼樣的困難啊 有沒有什麼讓你最崩潰的事情 崩潰嗎 就是 我其實覺得教小朋友蠻崩潰的 為什麼 不好管你嗎 因為他們 他們很活潰 其實我教學的是 我希望小朋友都是快樂的學美術 是 是 我教學會希望是這樣 但是當他們很快樂的時候 就會很失控 我知道 對 偶爾就是會快樂到很失控這樣子 像他們 可能來會講話 然後會 有時候講到很開心的事情 他們會笑啊 然後 課堂 可是有人會覺得這樣很好啊 就是 課堂很歡樂 但是有時候我就會覺得 欸你們要 把注意力拉回來 就是畫畫這件事情上面 的 會需要做這個動作 就會覺得 比較 你會希望說美術室是 比較安靜的氣氛嗎 就是大家認真的氣氛嗎 應該是我本身是一個 蠻安靜內向的人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子的人 就是因為我是一個 很安靜內向的人 所以我就是 就是安靜的畫畫那種類型 那我還蠻不好意思 因為上一次我就是 去到了這個老師的地方 去畫畫 從頭到尾都是我在講話 哈哈 真的 當然 是 那小朋友 就是我一開始 喔 因為我的個性就是 比較安靜內向的類型 所以我 一開始接觸到 兒童美術的時候 我蠻崩潰的 就是我就會想說 天啊 怎麼 小朋友怎麼可以這麼吵 我就是 就是很難以想像說 欸 居然有人就是這麼愛講話 就是 因為我就是那種 就是不太講話的類型 然後你看到這樣子很活潑 然後畫很多的小朋友 一開始真的是有 就是會覺得很 很超出 超出預期 這樣子 不會可是我感覺出來 你也蠻溫柔的 啊 你也不會去很兇啊 什麼之類的 對 你就會默默的微笑 哈哈 默默的微笑 對 然後快要爆炸 哈哈 但是小朋友都不會感覺出來 他們是覺得 喔 老師人很好 這樣子 對 老師很溫柔 可是老師內心已經火山爆發了 對 已經火山爆發 他們已經沒有感覺 其實我覺得你教學看起來蠻有耐心的 因為我上次有一次去你那邊 就是四話了一次 我就覺得 其實你教學過程中 你是蠻有耐心的一個老師 然後也不會去兇學生 對 讓學生自由包圍 我不喜歡兇學生有一個 有一個點 是因為 我小時候就是 鋼琴老師太兇 嗯 然後 因為我鋼琴老師真的很兇 然後 會讓我就是對 就是我就一直很不喜歡上鋼琴課 因為鋼琴老師很兇 嗯 但是 就是相對起來 我上花花課的時候 我的畫畫老師是一直都是在鼓勵我的 嗯 他們每次我畫完 他就會說 欸你畫得很好 你畫得很棒 就是美術的老師是一直 就我在學習上 是一直在鼓勵我的 可是我在 我在學習那個鋼琴的路上 是一直 就是老師是一直 對我很嚴苛 然後一直覺得我彈不好 然後 就是在這兩個比較起來 我就 我就喜歡 就是美術這個項目 所以我自己就在教學上 我就覺得 應該是要讓學生去 就是喜歡這個項目 嗯嗯嗯嗯 他才會對這個項目會 會越來越喜歡 因為就像有些人學音樂只是佛興趣 可是老師過兇 你就會覺得我以後不想再學這個了 對不對 你就會有一種覺得 你看到鋼琴就想到當年 雖然你現在已經 嗯嗯 就是年紀有了 也沒有很老啦 就是說已經 離學生時期已經很久 但我還是會記得那個老師很兇 會有陰影 所以真的在教學上 老師的態度會影響到 那個小孩後來對這一項喜不喜歡 對 因為我是教幼教的話 我是覺得 在幼兒兒童這個區塊 我是覺得 鼓勵是 真的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才會 大部分都站在 就是 鼓勵小朋友的 方向上面去 去給他們鼓勵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 啊老師人很好 因為我大部分都是在鼓勵他們 這樣 你很適合教學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有耐心 這是真的 那你們要鼓勵一下 就是如果想像你一樣的話 他們需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和承擔什麼樣的問題 不見得是藝術啦 就是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自由工作者 你覺得他們需要 承擔什麼樣的問題 跟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嗯 也可以以你來說 應該是 就是 以我來說 就是 嗯 可能是 你要想 我覺得第一個事情就是 收入來源吧 嗯 你自由工作者 你 馬上面臨到的問題就是 欸你要怎麼 你要怎麼有收入 你的收入來源是什麼 嗯 然後 嗯 就是我之後要再回去職場 也不容易啦 就是如果你成為一個 自由工作者時間 夠長的話 回到職場 對我也不想再回到職場 當然我覺得看情況 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如果我回到職場 我要 我要做什麼樣的工作 其實有時候也會這樣想 但是想一想之後 我就覺得 哦不要不要不要 我不要再回到職場了 千萬不要 其實很多人的職場經驗都不好 真的嗎 我以為只有我欸 沒有沒有 我以為只有我欸 因為其實人氣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不知道是我的個性還是怎樣 我就覺得 我不太喜歡 我曾經待過的職場環境 所以我才會想要成為一個自由工作者 因為自由工作者 如果以你來說 你只要跟家長相處得好 學生相處得好 其實比較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啊 是是這樣嗎 比起來 因為你知道職場鬥爭 就來自於說 同事之間 就算你到底人多nice 他還是會想衝抗你啊 對對對 其實我就是不太喜歡 那種環境 對 可能是有點逃避吧 所以 所以好像 當自由工作者 可能是我一種逃避 一段人家嚮往的工作 對 真的 但是也是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 是真的 那你覺得具備能力 就是第一個 必須要有自己的決心嘛 一定要啊 對 然後還有自己的想法 還有你覺得還需要什麼樣的能力 呃 什麼樣的能力 有 學心 你自己的專業能力一定要有啊 這是基本的 對啊 還有我覺得很多人 很難成為自由工作者的原因 是因為 比如 他的工作就是需要大量的設備 比如說機器設備 那除非你有資金 可以買大量的機器設備 那不然你也很難成為一個自由工作者 所以自由工作者的前提是 真的是類別 譬如說你如果是個部落客 你可以說帶著筆電 然後到處去各個國家旅行 然後反正我就只要準時之間發了一個類 例如什麼 匹克幫啊 或是什麼 波波大力什麼之類的 可是問題是很多人沒有辦法有這樣子的工作啊 對 然後我的 我的項目是美術教學 比較著重在老師的教學 就是老師這個人怎麼教 所以比較著重在我個人上面 好像在器材上面 我覺得還好 但是我也是盡可能的提供好的環境給小朋友 比如說桌椅啊 然後用具啊 然後還有燈具 其實都是我特別挑選過的 主要是因為你擁有你的專業能力 是你從讀書時期培養的 而且它是可以成為你不需要任何的東西 你只需要一些話劇什麼 只要你人出場話劇到 你其實就可以教學了 對 因為其實教學是很仰賴就是 老師怎麼教 就是老師那個 他的 他想要帶學生什麼樣的東西 其實是很仰賴那個 美術教學是蠻仰賴美術老師的 真的 所以他不需要大量的設備 所以這是你很好成為自由工作者的其中之一 那你覺得需要承擔什麼樣的問題 譬如說小朋友的安全 這是基本的嗎 對 然後就是 就是還有基本上就是在你收入不穩定的時候 你要撐得過那段時間 對 那你有沒有對自己有什麼樣的期許 你有沒有希望在未來 幾年後或是多久之後 你想要再成為另外一個 什麼樣的人 就是相關領域到什麼樣的程度 相關領域喔 對 給自己一個期許 也許不用十年 大概兩年後聽你就會有所改變 你就說我做到了 我是蠻希望我在 就是 就是繪畫方面可以有更多的進展或進步吧 像因為從畢業之後 因為想要成為一個自由工作者 其實我有另外一個 比較很嚮往的也是 就是成為一個畫家 就是我喜歡畫畫 我喜歡讓我的 就是我從小就是因為喜歡畫畫 所以一直走美術這條路 然後但因為現實層面 所以我先把工作的事情就是做好 然後當然未來就是會希望說在工作做好之外 我還也是希望就是 我的繪畫可以更精進 然後可以畫更多的畫作 然後可能辦展覽讓更多的人認識到我 對 所以你的目標是希望可以辦展覽 就是一個畫展 一個短期目標 好喔 我們很期待你的發展 如果真的喔 辦展覽的話 我一定會在YouTube公布你的資訊 讓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 沒問題 好喔 謝謝你今天的採訪 我們下次見喔 如果你們有喜歡這樣子的主題的話 可以留言告訴我 謝謝 掰掰 謝謝